這就最好吃了 哇 香噴噴 豉油鵝的做法簡單又好吃 用豉油煮就已經很好吃 不用放醋後醬、蠔油等 今天過湯煮一家大小都很喜歡吃的豉油鵝 我要買一個有日子的黑中鵝 養了半年 材料很簡單 有老陳皮、蒜米、薑片、紅蔥頭 還有片糖 想上色美麗,我們先放些老抽 鵝肚子裡也倒入少許老抽 把裏裏外外都搓均勻 上色美麗 把鵝頸斬下來,讓它滾的時候很滾 鵝的屁股很鬆,切走 鍋燒熱後,再加油,多加一點 先滾鵝身 像客家滾鵝一樣 記得要用中火來滾,否則很容易滾 滾到兩邊金黃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要滾鵝頭、鵝掌肉 鵝筍也要一起滾 分開來滾,容易滾好多 將薑片、紅蔥頭、蒜米爆香 放一碗生抽 放生抽後,不要急著放水 將香味炒出來 再放兩碗清水 再放一片片糖 關鍵要放一片果皮 因為果皮去色效果會好 把麵狩放進urope 室內均約,加 выс ethn desenvolvtaps 途中沙攪水 用中火焗 bunları�的小豬 炒一小時 炸了半小時後,泓涼 上色會均勻很多 用小的鵝頭鵝掌翼才能夾起來 吸蓋再煮半小時 嘩!香到 現在開大火收汁 一邊收汁,一邊把汁水淋上去 看到嗎? 剛才的薑蔥蒜,把汁水過走 汁水會很美 開大火慢慢收 用心機慢慢淋上去 看汁水有多濃稠 像糖漿一樣 收汁水後拿起來 嘩!香噴噴 超級棒 豉油鵝的做法很簡單又好吃 嘩!上色很漂亮 嘗嘗 皮爽肉滑,原汁原味 很棒 等待女兒嘗嘗嘗 嘩! 要吃這個? 嘩!聰明人選擇鵝頭色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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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 好香!